民意代表凯肖政党 普主持持民代表郭心准 最近因为受到的疲惫和呼应特别多 只好在服务处大出租的海埔 再加上在睡的房间改造服务处 没法惊起来 只好出租服务处不贴基础 另外 文化理念由族客也关闭到服务处当台出租 并且将服务处搬到母亲的店 希望开完这理由得过惊起喊当 做了五次市民代表的郭心准 已经健康服务处 并且理问前大出出租 很多宣民看到惊一条 我以为郭心准是不是出事了 因为孙梦才知道他从服务处搬到隔壁 新的服务处就是他原本睡的房间 并且只有三平 是怎样也不够 有什么开机也不够 就让秦宫这个好安排贴 人家有庙的 或是有什么 是大师商业的 社团啦 好 这个啦 他有道工 我还记得这 人家说一千块 学校校就要办什么活动 你抓一个纪念品什么什么的 摸材什么 他有几十万啦 不用几十万啦 如果看他过来啦 我没有在当头景啦 当头景的 我没有来刷这些 会积极啦 你还要为民服务 一年之后你自己倒贴多少 差不多二十万啦 这间出租是不是 可以年薄多少呢 年薄差不多十桶万啦 你要薄贴一下啦 有啦 我心存说 每个月研究费以及为民服务费 只有五万六千块 但是每年只有公布包的费用 就将近七十万 相关的记录 曾经一天收到十一张贴贴 以及福音 刚才是苗庆典 也要保安包 也才是上费口费拿 过去一年只要支付 八十万的人情费 新闻新闻 主持人 葡主持蔡宏博德